今天要比较的几个字都跟门有关 一起来敲敲 首先是时间的尖 这个尖和空弦的弦 这两个字原本是双胞胎兄弟 一个门里面写作日 那一个门里面写作月 原本都有间隙的意思 但是后来这两个字就各自成家了 于是他们的字意就有了区别 箭从间隙开始隐身 而有时间跟空间的意思 那又从时间跟时间之间的空隙中 勉强挤出一点点的位置 例如间歇跟间不容息 那比起偷德福生半日弦这个弦字 箭字的意思似乎是紧张得多了 接着我们看从木的这个弦字 这个弦是一个会议字 本来是指在门中挡上木头表示栅栏 而有养马卷的意思 那从木的弦字跟从月的弦字呢 原本应该是分为两个字的 它们字意并不相通 然而呢 大陆在废除一体字的时候 把从月的弦字废掉 并且把空弦跟清弦这样的字语 赋予到从木的弦字之中 那大家要特别注意哦 在简体字的字形中呢 只能看见从木的这个弦字 这和正体字是有所区别的哦 接着自圆其说 把时间交给惠文 大家好我是惠文 一个礼拜七天 不晓得你最喜欢哪一天 最讨厌哪一天呢 讲到最喜欢的那一天 我想不少人会把票偷给礼拜五 因为一般而言 如果今天是礼拜五 这就代表明天跟后天 就是可以吃饱饱 睡饱饱的放假日了 每到礼拜五 大部分的人就会开始规划啦 周末这两天要做什么呢 毕竟辛苦工作了一个礼拜 总是要好好犒赏自己啊 不过这样的问题啊 或许只有认真工作 努力上班的人才会比较烦恼 如果你整天游手好闲 险到发慌 大概就不会想要 怎么好好规划这两天的休假了 讲到这个游手好闲 每天看新闻 都在报说这个失业率攀升 不是只有台湾这样耶 是全球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 那各国政府也都很紧张啊 一直在想办法看 要怎么样让让每个人都有工作 不要这样闲晃来闲晃去的 只不过这失业的状况啊 除了说真的找不到适合的工作 所以呢一直处于待业状态的人之外 或许还真的可能有那少部分的人 是因为不想工作 才在外面这样游手好闲的呢 碰到这种状况啊 不仅现今社会的领导者要烦恼 你知道吗 连春秋时期的秦桓工都很头痛哦 讲这故事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齐国的宰相管仲 管仲的贤能啊是连孔子都说赞的 毕竟呢古代的君王有些都很凶狠 动不动都要杀人砍头的 不过管仲的治国方法却不是这样 那是怎样呢 等等我再来说分明 好啦那秦桓工呢 因为得到一个很有才能的管仲来帮他的忙 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国家治理得很好 国泰民安丰衣足食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大家呢 荷包赚饱饱肚子也吃饱饱 就开始发懒了 不想工作也不想动 反正我就坐吃山空就好了 这秦桓工啊发现这样的状况 就觉得不得了啦 这样下去大家只知道吃饭 不知道工作 总有一天呢会坐吃山空 面对这些游手好闲的人 秦桓工啊头痛是头痛 可是就是想不到办法来处理他们 这问题啊就这样放啊放 原本勤劳工作的人呢 也开始有样取样跟着懒惰起来了 秦桓工啊气到快发疯了 就叫管仲负责把这些游手好闲的人 抓起来活埋掉 那我们前面说到啦 这个管仲呢是个聪明又有贤德的人 他认为这种方式呢除了很残忍之外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于是呢他就下达了一个命令 要每个行业啊都要有自己的制服 你是木匠就穿上木匠的制服 是铁匠就穿铁匠的制服 用这样的方式 你在路上看到人 一眼啊就能够辨识出 这个人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没有工作游手好闲的人呢 不好意思你没有制服 所以呢一看就知道 你是不工作的女虫 一开始啊这些游手好闲不工作的人 没什么感觉 反而啊还很开心 不用穿制服我反而更自由 后来啊觉得这样真的很奇怪 因为呢你没有制服 大家就知道你没有工作 对国家没有贡献 然后啊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承受不了这种压力 大家就都努力的去找工作了 这样的政策呢推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整个齐国上上下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你看这观众是不是真的非常厉害呢 如果用齐桓工原本的方法 那要有多少人上司掉性命呢 而且呢还不见得管用 用了这个穿制服的方法 不但成功地达到目的 也没有伤害任何一个宝贵的生命 所以呢有时候遇到问题 用强硬的方式不见得是最好的 如果可以换个方法 搞不好更能够解决问题呢 这个我们常说的 有些人吃软不吃硬 就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次遇到问题 先别急着用强硬的方法解决 或许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咯 现在呢我们休息一下 等每个Gino一起日出旅行 看看闲在英文中有哪些片语 而在自成一家 他也会和我们分享 两岸用笔 千万别错过咯